同学他就是在饭店工作 然后他就是自己写了一个 就是宴会牌桌的规则的一个VBA 等于是他就上完这个课 还没上完他就写好了 OK 所以他这个规则这边有了 你们如果想知道这个里面的东西 就在这宴会牌桌VBA 就这一个 然后基本上这个就是他这些人 有没有亲友同事等等的 然后有大人有小孩 然后桌号是几号 然后他这边有个table 就是他这边有个clear就清掉 然后这个arrange 就是自己就排桌排好 就是把前面东西搬到这边 把它什么 把它再一个一个一个填上去 你要该做哪一桌 就自动就马上就有个清单出来 OK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因为这个同学 他其实写好之后 他也花了蛮多力气的 而且写的还不错 他程式就在这边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参考一下 只是说他上面没有注解 有缩盘 可是可能还可以更好 有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但是他有发了一封 没有问我 他问我什么呢 他说这个题目 主要是他不会写框线 没有隔线 所以他最后想要画隔线 但是他找不到画隔线的方式 所以他问我说有没有办法画 因为他也很认真 他就翻了很多书 书里面没有一本书讲到 在VBA里面如何画框线 其实画框线很复杂 不会啊 刚刚就已经画了 一个框框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BOLDUS物件 在操作 会就OK了 然后呢 他也 我说那你这个可不可以当 我觉得他这个范例很好 然后就跟他讲说 可不可以当成我的那个上课范例 那重点在BOLDUS物件 OK 然后他说可以 他说这个问题本来就是要送给老师 当指导的回礼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这个问题 了解VBA确实是对工作有加分 因为本公司人士批评我上VBA 没有用浪费时间 OK 所以 他是自己出钱吗 还是公司出钱 我不知道 我没有问他 OK 不理论上他就是有 至少学了要 有那没点成效 OK 而且这个是2015年的 OK 所以我发现那时候 那时候的VBA程度还没现在好 我发现现在好像 大部分人应该都有一定的 Sense 但以前好像比较没有 OK 好 那所以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这边如何加框线 加框线非常简单 城市真的就一行就搞定 真的就一行 怎么写 我跟各位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以刚刚 我们自己这个范围来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这边加一个框线 而且这红色的框线 红色的实现框线 这边我有个按钮 做好 加框线 而且是实现红色的 按下它 加好 清除的话呢 也是一行程式 OK 然后呢 但是因为这个加框线太简单了 我希望复杂一点 怎么复杂呢 这个红色框线就算了 我希望这一条线 就栏位名称的下面这条线 跟这个什么呢 姓名的右边这条线 帮我变成两条线 双线哦 OK 就这一条跟这一条 然后发现这一条跟这一条 其他还是单线 为什么 因为它区隔栏位名称嘛 跟主要的那个 key的那个 两边可以 这样区隔会比较清楚 这怎么做 这个的话就三行程式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把它清掉 就恢复的 所以以后的话表单 你画完也可以底下 再把那个框线框起来 或者是说将来 你要输出报表的时候 你输出报表的时候 总不可能这样子黑白的吧 一定要给它加一个框线 所以输出报表之前 你框线自动画完 然后自动看你要怎么输出 这样不就更完整了 所以每一个每一个动作 如果你都会的话 全部串在一起 哇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解决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加这个框线 那其实这个框线 程式一行 只要了解一个物件叫range range就告诉他说 这个范围 范围在哪里 A1到H7 所以range A1 冒号H7 双影号自串 点后面的话就boulders 点color 等于RGB25500就好了 程式写完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刚刚我按下去有没有 这一行程式 其实呢 就只有刚刚那一行 我先把这个关掉 OK 这个是这个问题 框线的由来 那这边的程式就是这一行 range A1 到H7 它的boulders的颜色 当然呢 其实range 刮虎的好处就是说 你点下去 sales不会提示 对不对 但是 那个什么呢 range会提示 所以你其实boulders 也不用特别背 框线的颜色等于RGB 刮虎 那红色就255 d0.0 d0.0 后刮虎 这样我们就写完了 你的 框线就加了 这个 快速就加 那没有颜色的 没有 就去掉的话 清楚的话 刚才讲过嘛 color index 有没有 大家如果你没有index 变蓝蓝的 不过其实不影响 只是好像kimochi的问题 就是 感觉好像 就是蓝蓝的 对不对 说真的 我刚开始同学没有问 我还真的没有发现 他问了之后 我才发现 真的也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完全不影响 之后的运作 因为你列印根本 一定还是要加框线 所以这边加一个call index 最后的话 如果我要加什么 加那个底线 这个地方 那这怎么做 其实关键点就在于什么 就是你要加的那个框线的范围 的哪一条线 所以呢 boulders有没有 boulders后面还可以刮糊 刮糊之后跟他讲说 我要给颜色的 或者给线条的 是上下左右的哪一条线 OK 所以特别注意 底下这个 其实关键的地方是 这个A1到H7 A1到H1 有没有 他的底下这一条线 这个是A1到A7 的右边这一条线 所以写法记得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底下这两个不一样 这个就是加的方法 就是第一个我是什么 其实可以拿这个来改 A1到H1 所以这H1 的下面那一条线 下面那一条线 怎么表示 点什么 点boulders 的 更正一下 boulders刮糊 关键 boulders后面 如果你要指定哪一条线的话 那我要是这个范围的下面那一条线 下面的话应该哪一个 有没有 Excel 这个Edge Button 下面这一条线 有没有它是上下左右 下面那一条线 意思是这个范围的下面这一条线 刮糊 的颜色的什么 不是颜色 颜色本来就是那个红的 那这个地方特别是要另外一个属性 叫做那个线条的样式 线条样式的 要是双线 其实线条样式有点像 你在这边选的 常用里面不是有什么 这边点下去吗 不是有是其他框线 这边就有个什么 那个让你选那个线条样式 其中有一条样式 有没有就是这个 这个的话呢 它叫Double 有双线 前面加Excel就可以了 如果你实在是 这些其实都可以查得到 如果你实在是记不得那么多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LightStyle上面按F1 它会跳出线条样式的说明 在哪里呢 在这边有个超连结 按下去之后它会告诉你说 如果你是要什么线 连续线就这个 如果你要虚线就这个 如果你要双线就这个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Excel Double复制 或者你把它记起来 我觉得还蛮好记的 这是加一个Excel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按一个F1 F1就跳过来 然后把双线加上去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先清掉 我这个范围 如果我把它执行的话 它会先画全部的线 再去画什么 画这一条 这条线有没有画出来 也画了 另外一条怎么画呢 道理一样 其实就是再把什么 A1到A7有没有 所以这边一样 这个A1到A7 你把范围给它 然后它的Bolders 所以关键地方就是这个 Bolders后面的那一条线 右边嘛 右边的话就是 应该是 Right Edge Right 然后呢 后面呢一样 把这个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它的Light Style 等于双线 好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1 2 1是这个 1行 1行 3行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画框线 尤其是你将来要输出报表的时候 如果你不需要那么阳春 而又不希望每次 又要输出报表 又要再画一次框线 那么麻烦的话 那你不如用这个方式 把它做成按钮 按下去 按下去 那他就自动帮你把那个 框线全部都画完毕了 OK 那 试一下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也许我们再来就要做表单 不过表单难度又会更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们刚刚总共有做了 2 4 6 8 9的按钮 OK 2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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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